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3点30分 加权指数涨47点 尾盘拉高收 因为台子期 现在台子期因为机差比较大 所以台子期在拉近距离 台子期涨更多 涨了77点 10324 目前外资台子期的进多单 已经6万多口了 6万多口了 是106年8月以来 106年8月以来 一年半 最近这一年半里面 外资台子期多单最多的部位 所以外资看多做多 那个企图已经很清楚 不用我再多说 今天台北股市 47点 高点10919 刚好1000点 刚好1000点 你这一波 你这波有听我话做多上来的 你看高清市开始看到 开始冰冰 已经1000点了 不知不觉中 很多人还不敢买 加油 加油 昨天欧美股市 是涨63点 美国涨是慢慢有在动化 你看才涨0.2%而已 0.2%相当于台北股市是 20点而已 可是这波 美国股市也涨了 4700多点了 美国股市这一波低点 21712 昨天的高点 25986 正式站上了 抓孟晚舟的高点 当时就是因为抓孟晚舟杀下来的 现在已经过高点了 已经过高点了 你看当时 事情在最危急的时候 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 林太燕怎么说的 我是不是说我用时间周期计算 都在走9天的倍数 有没有 9天9天9天 我坐这里下来 2日内必定反转 2日内必定反转 9天的倍数19天 2日内必定反转 那贡完料 就开始一路上去了 从我讲完之后 开始一路上去了 我用时间周期在计算 不管是大盘 不管是个股 不管是国内 不管是国外 都很准 你们长期看我节目的 你们应该都知道 你看美国股市 我一讲完之后 涨到现在 4700多点 你用%数算的话 19.2% 19.2% 如果台北股市的话 大概去到2000点 那我们呢 我们只涨了1000点而已 我们比美国股市 就是少了一半的涨幅 减一半 虽然少了一半 也不错啊 1000点 涨了1000点 我在9400的时候 一直跟大家讲 赶快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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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台北股市也一千点嘛 也10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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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全球股市 涨跌幅都不大 美国 亚洲 涨跌幅都不大 大家都在等待 第四轮 美中贸易的谈判 这两天在 华盛顿就要举行了 大家在等待谈判 有个好的结果 所以股市都还能够 维持得很稳定 昨天欧洲 涨最多 尤其是德国 昨天是欧洲 尤其是德国 涨最多 那德国昨天涨了90几年 为什么 你知道昨天出了一个 新的报告 四调机构的一个报告 你知道去年 全球贸易顺差 最大的国家是谁 探最多 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 你知道谁 你们想象不到 德国 德国 德国去年贸易顺差 德国去年的贸易顺差 2940亿美金 折合台币 十兆台币 十兆台币 而且连续三年 连续三年都在德国 第二名是谁 你们猜不到 日本 日本不是失落了20年 日本的贸易顺差 是第二名的 1730亿美元 你知道第三名是谁吗 你们绝对猜不到 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去年贸易顺差 1160亿美元 因为去年油价一度涨到 67美元 俄罗斯拼命的出口 所以去年贸易顺差 俄罗斯是第三名的 第四名是谁知道吗 第四名当然就是中国大陆了 大家都认为说中国大陆 贸易顺差很大 尤其对美国 其实只排第四名而已 那为什么 中国大陆贸易顺差 掉到第四名 可能大家会认为说 因为是贸易战的关系 被打压 错 贸易战只是让它出口更多 因为大家敢在 1月1号要生效之前 赶快提前出口 那怎么会还会掉下来呢 因为中国大陆大量进口 机器设备 因为习近平喊了 2025中国制造 在2025年 中国的制造要变成世界第一 所以他大量进口设备 让他的贸易顺差 退到第四名 退到第四名 这也满有意思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台北股市间涨47点 1000点了 1000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一档股票赚超过50%的 好不好 你有一支股票赚超级50%吗 好不好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及格喔 你知道这段期间总共有135家 我昨天特别算了一下 总共有135家 涨幅超过50%以上 你记不记得当时 我喊了一个口号 我记得 我当时喊了一个口号 593 记不记得 我当时喊了一个593的口号 摊50%很轻松 很多说然后可能 可能 593 摊50%很轻松 摊50%很轻松 很多不相信啊 全球崩盘 怎么会有50% 很轻松 事隔两个多月而已 135家 135家 也就是说你有135个机会 赚到50%的行情 你们一档个股赚到50%了 哇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行啦 代表你胆怯了 代表你没有跟上脚步了 那你懂不对啊 那没有就没有嘛 又加油 再加油 你知道现在上市贵总共有 1678家 1678家 现在才135家而已 也就是说还有 1543家 涨幅还没有超过50% 所以你还有1543个机会 你还有1543个机会 你还有1543个机会 你不要等到全部都涨50%了 结果你一次都没有 才在后悔 那就真的是不行喔 所以没有把握的 让你在那边带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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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高的我们就不要追了嘛 对不对 去管理就不要堆了嘛 你看我们昨天卖的股票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会想买你也会想买 你看 我们招目的环球金 环球金给你 六十几块 昨天我们卖可乘 可乘 可乘件跌两块 我们昨天卖 周单股的华琴 华琴今天也是跌 我如何转到 底部的GEO股 底部GEO股 是否大气 底部GEO股 是否叫我涨停 底部的GEO股 是否一支一支都开始白起来了 我说三十六天的整理 三十六天的整理 大家翻转 所以涨高你不要去追 该买你会想买 转到底部GEO股 开始一支一支慢慢来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第二十七天了 今天是第二十八天了 航情走到二十八天来 你要有警觉性了 起管他会想走 起管他会想走 转到底部的股票 还有一档一档50% 50%的个股 你自己不知道 不敢走 找铃和宴 我带你走 我们到底来探钱 我会带你进 我也会带你出 我会做多 我也会做空 你看去年在 6月催你的时候 全市场铃和宴第一个放空的 也是唯一一个放空的 大家都在做多之后 一直空一直空一直空 拨要两千点 跌到九千四 大家开始看败了 我开始全面翻多 我不再空了 全面翻多 经常放空又去打去 做多输金 放空又打去 这样就错了吗 我们6月2号 一千两百点放下去 高清四百点做到去 我多空都能做 该卖我会带你卖 我不会带你去买 涨贵已经很大了 我只买底部基欧股 我也不会带你去买那种投机的 我的策略都是固定的 我跟大家讲过 我只买底部基欧股 最好的公司股价在底部的时候 你可以安安全全 没有风险的情况之下 来贪大钱 三十八五十八都贪有 该卖的时候 会带你买到 你看昨天 环球经 三百五十三买到 上星期五三百五十五就开始买了 有没有代进代出 你看两个波段 两百零五买 三百六买 75% 压怀我说二十四天转折 二十四天果然到 上来 对 所以过年前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都一直在买 三百五十五出清 又三十五% 这个七十五% 这个又三十五% 两段加起来 一百一十% 会员赚得好开心 二零四九上银 一百八十五买 两百四十卖 三十% 我说二十七天转折 果然二十七天到 上来 再做第二波 过年前先走了 二百多是先买 三十% 二十五% 是不是又五十% 这两天有很多 有一些会员参加 上银还有的 我叫他们 二百七十八都出 最近这两天参加的 我叫他们 二百七十八都买 我叫他们 二百七十八都买 最后二百七十七点五 跟我说的价钱 几乎一模一样 现在是不是掉下来了 股票会卖 你要会 会买你要会卖 会买你会会买 我昨天说国具涨幅还不够 不用急的卖 继续去 国具我们也做三招 我们也做三趟 对 第一趟是三百八买 四百二买 三百二买 三百九买 三百一再买 上来 碳桥结果五十% 国具 涨高的你要会出 国具该出的时候 我还是会卖 转到底部的工具机里面 唯一要买的 赚钱 你看赚钱 你看赚钱 我来说 再说 对百二买 漏到四十几买 是不是第一步 去年每股获利七块钱以上 是不是十几年来最好 获利十几年来最好 股价在底部 这种股票在怕什么 东股票你在怕什么 是不是开始上当 整个大底部已经出来了 开始充 这种股票就最安全 最好贪大钱 对不对 我说这两个国每年都会做一波 都会贪一波 你看我前年 老后人都知道 十块钱做的 二十二块钱卖掉 十八块钱再买 三十五块钱再卖 我现在做第三次了 看完盘第一天 我就买汉宇伯德 二十四块半 大涨两天之后 整理四天 今天又喷出 给你差一点点的涨停 汉宇伯德是国内 最爱炒股票集团的公司 你看古年 前三季就已经两块七 全年三块半 获利十年来最好 获利十年来最好 每股净值 四十六块 股价只有净值的一半而已 这个钩票你不要买什么 这个就是最安全的股票嘛 对不对 站上连线月线同时 睡醒了 那这一天买的到今天 一金要二十八呢 一金要二十八呢 我是不是对现我所说的 一档一档底部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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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陈德我也是 等一时还买了 五十六块 到现在我都买买 炭桥价50% 6180的橘子 我也是 六三块钱买的到现在 都还没有出 去那八十块 因为橘子都在走三十六天 三十六天整理 三十六天结束 现在已经七十四块了 七十五块钱买了 有个穿水 涨高的股票 你要记得逢高退 从底部再开始 6680复生应用 6270复生应用 今年十八块 一月营收历史新高 都是历史新高 不管获利或营收 都是历史数据 都还没去 台北刚出的而已 今年开始涨了 也开始叮当啊 是不是一档一档底部的股票 很多涨高的股票 都变慢了 你看大力光 去不走 3406玉晶光 去不走 转到二线光学 今天二线光学较强 今天二线光学较强 今天二线光学的部分 你看亚光 先进光 阳明光 我对这个我 比较没意思 我跟大家讲过 之脉 基优谷 底部的基优谷 你不要看到长 然后管他3C21 会抓老鼠就是好猫 也不见得 记不记得阳明光 我去年第一档放空至于阳明光 我去年第一档放空至于阳明光 我去年头一支放空的阳明光 15块空 剩下纯 60元 15块空剩下纯60块 现在开始不够起来而已 那这个能够涨多少 有限 一年要探空拌而已 一年都价价探五拌而已 赚一块半也能去哪里 但市场喜欢炒 我对这个我比较没清楚 我只买底部基优股 我只买好公司 太头基优不碰 我的原则就是这样 我不会说什么股票一涨 管他3C21就推荐 我不会这样啦 我不会这样子啦 你看佳林今天也大涨 可能很多会讲佳林 你记不记得去年 我60块钱在空佳林的时候 市场有五六个老师 同时在喊佳林 我60空 五六个再买 我输叶问啦 叶问是打十个嘛 我只打五六个而已 结果60空 崩跌到剩二十几块钱 当时在喊多的 套到现在都还解不开 套到现在都还解不开 给你三十八块 也是了钱啊 我扣六十的 我剩二十几块 要六十块没的 套到现在还没开 对 月积 你看这么烂 四个钱而已 四毛钱而已 全年如果五毛钱来算的话 三十八块 贪五个钱 白米几倍 白米几倍 七十几倍 中古派我没兴趣坦白说 那你自己要买的话 你有兴趣的 会买之后会买 会买之后会卖 我还是坚持我原则 我只买底部的GEO股 最贪金的半仗钱 对贪五个钱 对贪五个钱 最安全 业绩烂的 投机的亏损 一概不要 上市贵一千六百佳 你何必强迫自己穿小鞋 要去买那个 了解公司 到期的公司 没必要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连德燕每次买的股票 每次都是基督民很好的 高级半仗钱 一支一支 对这个没办法做 这样就会贪大钱了 而且才是长期 在这个市场存活下去 最好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最踏实的方法 再加上一档 周周发的股票 一星期一支股票 贪五%至八% 你看 上周自超 顶礼拜自超 30.5买 32买 5% 这个礼拜三五一五 华擎 礼拜四十五七块半壳 礼拜三六十六颗gram 有个八% 不要说八% 你如果一礼拜五%就好 五%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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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股就20%了 这样有长有短 搭配起来更顺手 单股周周发 周星168 一周一支 六趴季不会趴的 第3股带你做 让你短线长线相互搭配 让你投资一路发 我们副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